挺醫護 挺警箱 請大家踴躍捐贈 台北市議員陳炳甫 雀梅莎 徐鴻廷 王宏威和吳志剛 齊聚議會門口呼口號 號召民眾捐贈防疫物資 國內疫情未見趨緩 台北市每天都有上百名確診案例 連帶讓防疫物資也跟著拉警報 光是聯合醫院各院區 每天N95口罩用量就將近四天個 防護衣也需要八千件 因此議員們自掏腰包 捐贈兩千件防護衣 我們的消防人員每一趟的出勤都必須更換一套 所以一天下來可能就用掉了四五百套 那所以我們這個本執行組 這我們五位議員 就在這個疫情嚴峻的這個時候 我們就想說拋磚引玉 然後首先來捐贈 這兩千件的防護衣 希望能夠讓社會大眾一起踴躍地響應 我們這個撐警箱 撐醫護 那一起來捐贈所謂防護物資的這樣的一個行動 也希望我們的民眾能夠踴躍的這個支持 不要讓我們在前線的將士 因為缺乏物資而孤單 消防人員出勤一天多打兩百多趟 光防護衣就用掉四五百件 為了讓警消和醫護人員安心工作 台北市藍營議員發起捐贈活動 由台北市副市長蔡炳坤代表授政 同時呼籲民間單位一起響應 謝謝民間 謝謝議員的捐獻 讓這個十天的存量能夠足夠 那對消防局來講 同樣的每天要運送的這些病患 達到了兩百多趟次 所以一天至少也要四五百件的防護衣 明代用行動力挺防疫人員 除了捐物資也取消對外活動 希望民眾做好防疫措施 減少外出 避免群聚 守護自己就是對醫護人員最大的支持 記者邱順明台北報導